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午中清军突袭 敌军是猝不及防阿卜都克勒木的弟弟 也就是当初兵为库车时赶去救援 被击溃于雅哈托河奈金雅哈镇的阿卜都哈里克重箭身亡 被清军射死 同时 对方头目或吉亚斯也被射死 厄斯门则是被射中腋下 富商逃走 波罗旗之战终于彻底将大小合作的军事力量赶出了和田六城地区 事实上 无论是赵辉还是富德都没有料到和田竟然如此轻松的就得以解为 因此富德在事后给乾隆的奏报中说 陈等初遣忽而起时 未敢望成功如此之速 就是说 当初派遣忽而起来的时候 根本就没指望这么快就成功 当然富德紧接着又派了两具马屁 说之所以这么容易成功 借赖我圣主威父 上天垂佑之所之也 这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 赵辉因为攻打伊尔枪失败 被围黑水营 的确是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阴影 对敌军的战斗力高估 才显得救援和田有点缩手缩脚 打跑了哈拉哈石城外的敌军 清军开始着手收复和田其他各城 同时抓紧恢复生产 为下一步进军伊尔枪做准备 胡尔齐等派遣手下分别前往其他各城招响 各城回众时纷纷出城 再次归降 比如克勒迪亚是在一个名叫斯德合卓的带领下 一在清军到来之前 便将阿卜都克勒木委任的 该城头目抓获 做好了献与清军的准备 而塔克的情况比较特殊一点 清军跑过去 一打听才知道 塔克的伯克莫离善 在塔克被阿卜都克勒木的军队攻陷后 带着属下跑入了附近的山中 结债自首 宁可当山大王 也拒绝与阿卜都克勒木合作 清军找到这个莫里善后 莫里善也抓获了阿卜都克勒木安插在塔克的头目 陷于了清军 至于和田六城的农业生产 清军是非常重视 立即着手恢复 因为这牵扯到下一步进攻伊尔枪的军粮问题 好在各城虽然来来回回被围困 攻占 折腾了几个月 但各处上有埋藏米谷 按照当地人的传统 还埋藏了不少粮食 所以口粮和种子都不缺 科勒迪亚 塔克 吉尔拉三城已经开始耕种 而俄里奇 哈拉哈什 玉龙哈什三城虽然没来得及 错过了耕种时间 但尚可种秋粮 四月十六日 富德也终于率领一千二百人 牵着马 步行抵达了和田 而霍吉斯也带队驰援和田 胡尔齐派遣手下侍卫 俄队则派遣自己的一个侄子 其他各个城市的伯克则各派出一名代表 带上新鲜的葡萄 隆重迎接富德 富德大约也是第一次吃到南疆的葡萄 印象深刻 因此在给乾隆的奏报里还专门提了提葡萄 说大家伙来迎接他 承送葡萄为之 就是专门给自己献上了葡萄 以示尊敬 不过葡萄在好吃 还得忙正事 富德当即询问了和田六成被收复的详细经过 又询问了农耕的情况 立即写奏章给乾隆汇报 同时增设卡轮 台战 传递消息 防备敌人 到了4月22日 富德抵达厄里其城 整个和田六成的伯克 阿洪等所有上层人士 集体在厄里其迎接富德 按照富德的汇报 当地的百姓数千人携胡将贵营清军 欢便之鱼 即以剃气 被陈兽贼扰害 今时的安生 就是说这些和田的老百姓提着吃的 喝得来迎接清军 而且老百姓们在欢喜之鱼 使声味俱下 控诉阿卜都科勒木五队和田六成的欺压 表示清军到来 方才安判来了好日子 富德则对大家一一抚慰 让大家回到各城 安心生活 邪胡体江 以银王施 这也是传统的官样文章了 但和田六成隆重迎接富德这事应该不会错 这也说明恶队在和田这几个月里 的确也是做了不少工作 富德在俄里其扎营之后 立即再次提审胡尔齐等人所抓的俘虏 亲自又审了一遍 同时下令 在阿卜都科勒木战局期间 各城有被迫从贼者 虽然要进行清查 但是考虑到和田六成刚刚收复 大家还人心未稳 因此不要过度深究 还是以安定局面为要 这样 富德正式入驻和田 如果再加上后续赶来的八百人马 清军在和田六成的兵力 已经达到了四千人左右 算是稳稳地将和田抓在了手里 而乾隆这边则仍然在苦等和田的消息 同时继续下旨催促赵惠进兵 做好各条道路堵截大小合作的准备 乾隆在给赵惠的一道玉址里 继继继续给赵惠做事想工作 给赵惠打气 鼓劲 乾隆说 咱们近年来先后两次平定准噶尔 还达到了哈萨克 这都是大动作 但是索用兵力 也没有你现在要求的这么多 比如第一次平定准噶尔 咱们总兵力 也就是一万六 马五万 拓其千 而且当时你在北江 从巴里昆到伊犁 一路都是恶鲁特人 这些人反复无常 现在不是一样都搅平了吗 小合卓这样的 难道还能比准嘎尔强 你赵慧都是亲自一步步过来的 难道心里还没个数 我觉得咱们只要有净旅五千 即可横行无敌 而且现在小合卓摧败数次 尚有何力量 乾隆因此督促赵慧定出 具体的进攻日期 同时指示赵慧 与俄敏合卓 玉素夫等纪役 与役等所知回人 则其可信者 前往伊尔强 喀什嘎尔 将笔触作合预备情景 寻访明白 自书有益 就是要赵慧与俄敏合卓 玉素夫 派出信的过得回人 去伊尔强 喀什嘎尔 探听敌情 总比坐在阿克苏 什么事都不干强 另外 乾隆还要求赵慧 上包南疆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 但不知笔触麦 熟究在何时 收获后再种杂粮否 就是说南疆这个地方麦子 在几月份熟 能种一季还是两季 麦子收了能不能种杂粮 而在指示赵慧的同时 乾隆也对 陕甘总督进行了调整 前一年年底 因为陕甘总督 黄廷贵病逝 乾隆调整吴达善继任 但是因为紧接着 甘肃巡抚丁忧 也就是家中老人去世 回家守校 吴达善又要兼任 甘肃巡抚的职责 一个人忙不过来 因此乾隆调敏着 总督杨英军 担任陕甘总督 吴达善专心当甘肃巡抚 杨英军 自配之 新营人 为汉军正白旗 最初的时候 便在甘肃工作过 随后相继担任过 梁广总督 敏着总督 同时乾隆还正式授予 嘎戴莫特委 拜承伯克的失职 但是对霍吉斯 乾隆还是有些不放心 打算再观察观察 乾隆对霍吉斯的不放心 首先是在 他和大合着的关系上 因为在对大小合着的问题上 霍吉斯始终坚持大合着 是被小合着胁迫 千方百计地 给大合着说好话 甚至在 怎样收取赋税上 也认为大合着当初的 赋税收取比较合理 而考虑到当初 大合着被清军派往南疆 一开始就是 与霍吉斯在一起 所以乾隆认为 霍吉斯与大合着相弃 遗殊显然 其次是乾隆根据 前方将领的汇报 发觉霍吉斯有想做 回捕老大的意思 也就是说 如果大小合着被平定后 霍吉斯认为 回捕中灾无出其佑者 也就剩他资历最高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完全是 阿穆尔撒纳在南疆的翻版 当初清军灭了准嘎尔 秦火达瓦奇之后 阿穆尔撒纳就是认为 在准嘎尔人中 没有再能比得上他的 但因为乾隆 没有让他坐上准嘎尔的老大 才再次反叛 教训非常深刻 所以对于这一点 乾隆是极为担心 因此乾隆先后给傅德 以及再次返回 新疆的明锐分别下旨 要求严密留意 霍吉斯的一举一动 但是考虑到 霍吉斯先是秦火达瓦奇有功 后又帅巫师成归降 而且在征战中 一直也是尽心尽力 因此对霍吉斯还是要温和处理 否则南疆的回众不免猜疑 乾隆分别只是明锐与赵慧 等大小合着这事结束后 就让霍吉斯进京朝近 然后就将其留在北京 全家也都搬过来 好吃好喝的待着就行 给你荣华富贵 但是不能再留在新疆 而当前则一是要对霍吉斯包容 不要让霍吉斯有什么想法 而是要赵慧 明锐 傅德 俄敏何卓等人对霍吉斯处处留心 一旦发现问题严重 就立刻让他进京 总之是要加以慎密办理 这时候 赵慧与傅德的折子 先后报到了乾隆手里 赵慧的折子先到 是关于审问托克 托莫特的 前面说过 在赵慧被围黑水营 消息断绝的时候 是这个托克 托莫特 从伊尔强来头阿克苏 给舒赫德汇报赵慧得了160脚粮食 和千余马匹骆驼什么的 有说大合着已经撤围返回喀什嘎尔等等 而赵慧解围后 乾隆觉得这个托克托莫特 所说的和实际情况对不上 因此怀疑几位小合着派来混淆视听的 让赵慧等人严加审讯 那么赵慧现在经过反复审讯 给乾隆汇报 这个托克托莫特 严加审问之后 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虽然他说的有些夸张 但也不是空穴来风 艺术有因 而且这个托克托莫特 当初是偷了大小合着的马匹 跑来阿克苏归响的 现在经过审讯其他俘虏 得知因为托克托莫特偷了马来头 大合着还大发雷霆 杀了手下看管马匹的头目 同时经过核实 托克托莫特的母亲 兄弟 妻事等 也都的确是在巫视 所以才会逃了过来 赵慧的建议是将托克托莫特 全家嵌移到图鲁番 交图鲁番公诉赖门 安插管束 也就是给了额敏合着的儿子管理 紧接着 乾隆便接到了傅德关于收复和田六成的折子 乾隆看完傅德的折子 龙心大悦 下指加封各有工人员 说前面加封召会 傅德等人 你们都上折子推子 现在就不要再推子了 这次收复和田 对胡尔奇 麒麟扎补 俄队等人论功加封官职 对和田六成的大小伯克 也进行封赏 尤其是俄立七成的伯克阿什莫特 首位三品总管 赏代孔雀灵 由小城伯克缺出 极形着凉不受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 紫禁城里的乾隆 回向平定南疆回步的进展 不禁颇有感触 专门下了一道长长的御址 谈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在这道御址里 乾隆先是回顾了八七铁骑的光荣传统 批评了现在清军存在的弊端 最后则对大臣将领们进行敲打和勉励 乾隆开篇便说 我今天翻阅黄祖实录 看到在太祖 太宗的时候 咱们满洲兵繁育征战 马匹口粮都是自备 但杀敌立功 却并没有因此而耽误 而今天 咱们的官兵征战 则必须要国家把马匹 口粮 器械等等 全都给准备好 而且还觉得不足 有所怨言 这是为什么 全都是因为管理部到位 宠出来的毛病 关于乾隆的这段话 我们今天来看 其实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满洲八七战斗力比之前下降 这一点是对的 但是说 当初的官兵都是自备口粮 而现在国家给准备了 海贤部族 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满清的太祖 太宗是什么时候 是努尔哈赤 皇太极时期 那时候 清军是以战养战 攻打明朝 那是人家的地盘 打完了大家分战力品 你可以扬周十日 家定三土 随便抢都没问题 但是 你现在角色身份变了 不是一个入侵 占领者 而是一个帝国的管理者 维护者了 地盘是自己的了 你还能靠自卑口粮 掠夺城池 以战养战吗 接下来 乾隆回顾了自己的几次用兵 主要是说自己往往是力排众议 做出的决策 最后证明都是正确的 那么 反观现在的领兵大臣官员等 只为保身之计 不以国事为重 内存私益 彼此争论不合 而且还为了收买兵丁的人心 不管能不能吃得完 口粮食多多一善 导致大量浪费 如此居心 行事可乎 乾隆说 如果说我们缺乏口粮 就难以作战 那么人家策望阿拉布坦 当年进军西藏 行军一年多 忍急挨饿都能打胜仗 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 而且乾隆还认为 军行两随 乃前代汉人陋习 军马未动 粮草先行这一套 是以前汉人的陋习 完全没有必要 而且从来满洲官兵 接系静旅 与有攻战 为之前进 毫无退缩 但是现在呢 将领们平时并不勤家训练 临时又不能率先鼓励 导致战斗力下降 可惜镇治精兵 皆为此等大臣官员所无 当然今天我们看 满人八旗战斗下降 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根本却不是什么训练 不训练的问题 根子还是体质的问题 想有一系列优厚待遇的八旗兵 自然就会不断退化 但是乾隆显然不这么认为 而是将一切问题都归于训练不足 将领不力 因此乾隆说 通过复得的奏报 我们能看到剑锐营的战斗力就很不错 这都是训练充足的原因 而领兵的将领们 如果都能尽心尽力训练士兵 又何必单设一个剑锐营呢 难道不是每支部队都是剑锐营吗 乾隆在预指要求将领们能切实转变作风 抛弃撕心杂念 认真训练兵丁 将每一支部队都训练成静律 恢复以往的好传统 好风气 最后乾隆强调 要将他的这个训练 下达到所有八旗部队学习 同时与各旗的训练场 课程碑轮放置永远奉行 这时候 乾隆还接到了赵惠 关于病故 患病律骑兵问题的奏折 赵惠在奏折中说 明锐进经述之时 汇报的那些病故律骑兵 经过核查 全都是雅尔哈善当初带到库车的兵 而他们患病的原因 都是因为当初在库车 过量是用当地性子造成的 因彩石性识等物过多 复写病故 看来 俗活说淘宝性伤人 这话还真不是瞎说的 库车的性子虽然美味 但是这玩意儿 还是不能毫无节制地吃 否则就不仅是伤人了 还要死人 乾隆看完奏报 也真是对雅尔哈善扶头了 当初让你们采食果实 收取庄稼什么的 也没让你把性子往死里吃啊 这领导是怎么当的 但这个时候 雅尔哈善早就被砍了头 再生气也不能把雅尔哈善从坟里刨出来再杀一次 倒是这些病故的绿骑兵 虽然不是上阵牺牲 但毕竟是死于出征之中 因此乾隆下只对这些病故的绿骑兵登记造册 报送杨英居 无达善处 查出这些绿骑兵的家里是否还有男丁 有的话 无论是否年幼 都加入军级 领一份钱粮 然后派人进行教育引导 着粮给予银两 好好培养 今后接过父兄的旗帜 为国效力 算是有一份正式工作 而召回这边 则计划是于当年的六月初 小麦成熟之时 赶在敌人还没有收割的时候 进兵一耳枪 但就在赵会还在谋划的时候 一个名叫何时刻的回人 来投赵会的军营 改变了赵会的计划 何时刻 何天人 是大小何卓攀清之前 准嘎尔人任命的 喀什嘎尔阿奇姆伯克 当初大何卓被清军派回南疆 进行抚卫时 何时刻是拒不开城 不欢迎大何卓 而当何时刻得知 大何卓是被清军派来的之后 何时刻才打开城门 接受了大何卓 从这一点来看 何时刻很可能是一个黑山派 因此等到大小何卓盘清 何时刻自然是无法在喀什嘎尔立族 便逃到了布鲁特人的地盘 而清军此前因为派遣多名侍卫 前往布鲁特部进行招降 遇到了何时刻 双方接触之下 何时刻表示愿意归顺清军 协助清军平定大小合作 何时刻是在五月份和布鲁特的一个头领 一起来到赵会军营的 见了赵会后 何时刻立即建议赵会 应该首先进兵喀什嘎尔 而不是一耳枪 何时刻告诉赵会 大小合作与霍罕城的 伯克俄尔德尼关系非常好 因此大小合作要逃跑的话 基本可以断定是逃往霍罕城 霍罕就是浩罕的不同意写 位于费尔干纳盆地 今天属于乌兹别克斯坦 而这个浩罕 当时在中亚地区 算是一个二流的强国 韩国便是以浩罕城而得名 事实上 在俄罗斯与满清两大帝国 相会中亚之前 浩罕是这一地区 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而且这个浩罕 也与大小合作之乱后的新疆 有着密切的关系 乾隆之后 从嘉庆一支到慈禧掌权的 同光年间 南疆的每一次动荡 背后都是浩罕在推手 而浩罕也始终担任着小合作后裔的大本营 反攻基地的角色 其中最广为国人熟知的阿古白 就是来自浩罕 可以说这个浩罕一直是满清的祸害 直到1876年 阿古白在新疆闹腾的时候 浩罕被沙俄吞并 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浩罕韩国建立于18世纪40年代 建国的主体 为乌兹别克人中的民阁部 而这个民阁部 追溯起来 则是出自八都的清查韩国 为其中一支游牧的越级别人 八都 很多人应该知道 是成吉思汗的张子 竖斥的敌张子 不大熟悉中亚民族演变的人 可能会有点晕 乌兹别克人 怎么还与蒙古人有关系 没错 乌兹别克这个名字 便是来自其当初的一个 韩王阅级别 因此 乌兹别克人也曾被称之为 阅级别人 而阅级别 其实就是乌兹别克的不同意音 至于阅级别韩 正是数次的后裔 清查韩国的第九任大韩 当然 民族的演变 本身要复杂得多 简单地说 就是一直在融合 分化 分化 融合 今天的乌兹别克人 实际上反倒是与维吾尔人非常接近 继续说和时刻与赵会 当下和时刻对赵会说 虽然说 布鲁特人隔在喀什卡尔与霍汉之间 但从喀什卡尔往霍汉 还是有三条道路的 因此如果要想抓住大小合着 就应该先攻打喀什卡尔 同时恶守住这三条道路 这样才会万无一失 为此 和时刻还专门绘制了地图 现于赵会 赵会听了和时刻的建议 也认真研究了一下地图 觉得和时刻说得在理 因此决定改变计划 一方面派人传习霍汉 告诉霍汉的伯克额尔德尼 分清利害关系 大小和卓如果真网或喊逃 不得收留 一方面决定改变进军计划 由自己带队 从巫师进军喀什卡尔 而富德则由和田 进军叶尔枪 同时派兵恶守和时刻所说的三条道路 而富德这边 则给乾隆上了一道折子 提议由俄里奇德伯克阿什莫特 为和田六成的阿奇木伯克 总管六成 不过乾隆接到富德的奏折后 却认为还是应该让霍吉斯 担任和田的阿奇木伯克 因为本身在大小合卓判清之前 霍吉斯的身份就是和田的阿奇木伯克 而且论功劳 霍吉斯也应该派在阿什莫特之上 只不过现在霍吉斯身在军营效力 所以总管和田六成的工作 还是交给阿什莫特代理 富德在给乾隆的奏折中 还特意提了一句 说霍吉斯 恶对 因就是颇不相合 今已和解 就是说霍吉斯与恶对 其实一直是不和的 现在因为同位清廷效力 经过富德的调节 二人已捐起前线 我们知道 霍吉斯其实与俄敏合卓 本身就不和 因为霍吉斯的爸爸 曾经杀了俄敏合卓的两个哥哥 两家有血丑 那么霍吉斯为什么与恶对 也不和呢 富德没有具体说 但今天来看 最主要的原因 应该还是二人的宗教派别 霍吉斯是白山派 恶对是黑山派 只不过 现在大家同为清廷的同僚 自然不能再有成见 对于这一点 乾隆倒也没说什么 只是只是富德 等到你进兵的时候 把霍吉斯 恶对都带上 一起去 而等大小合卓这事完了 让霍吉斯 恶对 何时刻都来北京觐见 不过在和田这边 霍吉斯倒是想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招向大合卓 为此霍吉斯在请示了富德之后 派遣自己的手下 专程去喀什卡尔招向大合卓 这也再一次证实了 霍吉斯与大合卓的交情深 关系好 从霍吉斯的内心深处 是不愿意看到 大合卓被清君诛杀的 事实上 从当初霍吉斯逃入吴时城 叛离小合卓 归向清君之后 霍吉斯的哥哥 阿卜杜瓜卜 并没有被大小合卓所杀 这一点来看 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了 霍吉斯与大合卓的关系 因为当时阿卜杜瓜卜 是大小合卓任命的 喀什卡尔阿奇姆伯克 也就是说 直接在大合卓手下 阿卜杜瓜卜没被杀 而只是被撤职 囚禁 必定是大合卓的意思 对照一下那个投奔阿克苏 最早通报 照会在黑水营 挖出粮食的托克托莫特 仅仅是因为偷了马 逃入阿克苏 就让大合卓大发雷霆 杀了管理马匹的头目 就很能说明问题 不过霍吉斯虽然派人 带着自己的亲笔信 去招降大合卓 但是又担心万一招降不了 乾隆会不会对自己不满 因此霍吉斯将自己的这个疑虑 也一并汇报给了傅德 而傅德也将霍吉斯的这个担心 汇报给了乾隆 而乾隆则认为招降大合卓 不管成不成 霍吉斯都不用有疑虑 大合卓能够被招降最好 这本身就是既定的方针 能招降大合卓 霍吉斯就是立下了大功 而招降不了 也只能说明大合卓执迷不悟 与你霍吉斯无关 同时为了表示 对霍吉斯招降大合卓所做的努力 乾隆还特意下旨 对霍吉斯进行奖励 赏与筹断 只是乾隆在预指里强调了一点 如果大合卓愿意归降 那么必须要亲自前来军营之后才算数 而且要随军攻打小合卓 这样对大合卓就可以既往不救 另外乾隆下旨 调永贵回京 因为永贵久在军营 本来就是准备回京的 但是因为前面缺乏人手 才让永贵坐镇阿克苏 现在让永贵回京后 舒赫德离开军营 前往阿克苏接替永贵 接替了永贵的舒赫德 第一件事是给乾隆汇报千一回人 去伊犁屯肯的事 伊犁水草风貌 准个二十七就是不停地千一回人过去种地 那么在南疆回部彻底平定之后 舒赫德的建议是抽出十分之一的灰人 去伊犁屯田 而这十分之一的灰人 还是让从前在伊犁屯田的灰人去 因为这些灰人本身对伊犁就熟悉 驾轻就熟 然而接到汇报的乾隆 却并不以为然 首先是坚决反对 派遣以前在伊犁屯田的灰人再去 因为乾隆认为 这些在伊犁屯过田的灰人 与厄鲁特杂军年久 未免渐然恶习 反复无定 就是都跟厄鲁特人学坏了 反复无常 不可靠 而且这些以前在伊犁屯田的灰人 都是小合卓的亲信 是小合卓判卿所主要依靠的力量 到时候在伊犁再闹出什么事来不好办 正确的做法是一方面对 这批灰人要严加惩戒 一方面迁移到吐鲁藩 因为吐鲁藩离内地较近 又由峨敏合卓作证管理 能够放心 其次 乾隆也不同意 牵一回人往伊犁屯田 这事儿做得过急 因为南疆回部这么些年来 就没怎么消停过 回众数年来 甚觉穷困 因此骤行迁徙 势必不能 而应该等上一两年后 再宣老成谨慎之人 前往伊犁安插 润六月 赵慧 明锐等率领大军 子务时南下喀什嘎尔 而复德也于润六月上旬 子和田出发 向顾门开进 直指伊尔枪 顾门 即今天的皮山县顾马镇 刚好位于和田的 俄里奇城与伊尔枪城之间 两边相距都大约在 一百五十公里左右 而那个被胡尔齐 从和田打跑 以下重剑的厄斯满 此时正带兵驻守在顾门 初三日 赵慧的大军抵达伊克斯哈拉 这个地方为今天舒服县的 阿克喀什乡 在喀什嘎尔的东北方向 四十来公里 而这时 赵慧所派遣的前锋部队报告 有六个回人骑兵 前来军营投城 宣称大和卓已经逃离喀什嘎尔 而且大和卓还掳掠 大量喀什嘎尔的人口 已往巴达克山方向逃去 那么大小和卓此时为何逃跑 又会跑到哪里呢 记得点赞关注哦